大家好,歡迎收看文輝球史觀節目 香港大球場即將進行改建工程 國際足球表演賽馬德利體育會6比1大勝結智 相信會是大球場改建前最後一場外隊表演賽 今集再和大家回顧一下香港大球場的歷史 戰前和二次大戰後初期 香港足球的主要比賽場地 有香港會球場、嘉樂年山道南華會球場 數官部陸軍球場、銅鑼灣海軍球場 和隔壁街花海球場 戰後重江只是兩年即是1947年 本地球圈已經有聲音要求政府興建大球場 不過當時香港可以說還是百費待興 而且建築材料非常緊張 所以興建大球場的計劃並沒有立即付諸實行 隨著戰後 香港球市迅速服訴 不奉號召力強的起碼 例如聯賽前列大戰 和杯賽決賽、南華會球場和香港會球場 都只有萬寧個座位 門票供不應求 經常出現秩序問題 於是興建大球場的計劃又再舊事重提 最初政府選址是銅鑼灣填海區 經研究之後 發現填海區起球場 工程造價高過山谷很多 最後就選定數官部現址 將原址的天主教墳場遷移之後 興建政府大球場 1952年開始農工 1955年12月3日落成啟用 當時只有西漢台中央接有上蓋 廣東郭亮雄主持開幕典禮 揭幕戰由港聯迎戰莫山秘級 14階聯賽冠軍東非鐵路隊 上場25分鐘 司徒民傳中 莫振華第一時間撥橫 朱永強快射入網先開紀錄 6分鐘之後 司徒民再一次傳中 下隊門將出營撲控 莫振華射入空門輕鬆領先2比0 東非鐵路隊在39分鐘 憑著伊士舞彈道四合組成1比2 下半場 歐志賢連回錯失機會 唯一的入球又越位在線 港聯2比1緊勝東非鐵路 從此 政府大球場 就成為本地重要比賽場地 1956年 主辦第一屆亞洲杯決賽奏 之後 上一個無數外隊表演賽 不少國際著名球星 包括 黑炮游西比奧 巴西球王比利 荷蘭球王高魯夫 阿根廷球王馬特當拿 都曾經在政府大球場獻記 1975年 亞洲杯外圍賽 香港對北韓 提到加時射十二馬 射足十四輪 才能分出勝負 更加成為政府大球場 一場經典戰役 不過 除了年月過去 政府大球場設施都開始殘舊 馬石燈 坐得也不是那麼舒服 沙地跑道 大風更加會刮起沙塵 香港唱馬會 1990年 提出重建政府大球場計劃 並且撥款8億港元 1991年開始動工 重建為擁有四萬座位 全新的香港大球場 1994年 5月11日晚 東方對森多利亞的表演賽 在大球場重建之後 足球比賽第一次爆棚 擁有拍裂 林巴道為組活等球星的森多利亞 結果以4比1大勝東方 而本地球最多觀眾入場 就是1996年5月30日 夾足聯賽總決賽 法逆通對南華 吸引到31088名觀眾入場 至今仍然是本地球最高入場人數紀錄 結果 法逆通以1比0擊敗藍華 首次贏得 甲組聯賽冠軍 之後 97年回歸杯 世界明星隊對亞洲明星隊 亞洲明星隊由郭嘉明任教練 陳志強是唯一入選香港球員 雖然有部分球星脫底 但兩隊仍然是聲光響響 世界明星隊以5比3擊敗亞洲明星隊 到了2003年 王家馬德里 六條煙訪港 斯丹 朗拿道 廢高 路爾 卡路斯 交上新加盟的萬人迷迫寒 引起全港的行動 不少球迷提早5天 已經去大球場 通宵排隊賣票 從現以前南巴大戰勝貌 結果這段六個小時就賣光了 中中派出中港聯隊迎戰 一如所料 王馬開球後就控制戰局 輕鬆坐得領先 不過中港聯隊入兩球 就已經令現場觀眾起出網外 王馬結果以4比2順利贏球 到了2009年 大球場有兩場比賽 至今都令人非常難忘 首先 10月21日 亞洲足協貝四強次回合 藍華主唱迎戰科威特S 勇南等坐爆大球場 在大球場重建之後 足球非表演賽第一次爆棚 其後 12月東亞運足球決賽 香港隊憑著由英國專程趕回香港的陳少奇 半場後備入體 投錘頂入 以1比1逼和日本 最後護車12馬贏過 歷史性第一次贏得綜合運動會 足球金牌 香港大球場 改建在職 無論你是支持還是反對改建 過去在大球場看球的經驗 都會成為本宮球迷的集體回憶 好了 今天時間差不多 下次見 拜拜